除了豬肉之外 國人也愛喝飲料 但是所產生的一次用飲料杯 數量是相當的可觀 環保署在昨天就預告了 一次用飲料杯限制使用對象 跟實施對象草案 那明年七月開始 不得使用發泡塑膠材質 像是保麗龍的飲料杯 那店家也不得免費提供一次用的飲料杯 環保署表示 禁用保麗龍杯 明年七月上路 店家也應該要提供消費者 自備杯 至少要便宜五元的誘因 另外是針對連鎖便利商店 跟連鎖速食店 要求一百一十二年起 必須提供循環杯 一次用飲料杯的年度減量率 至少要達到百分之十五 實施後要開始查 開始稽查 業者如果違規暗刺可處一千兩百 元到六千元的罰還